看见没 这就是我的车 可以坐很多人 看 这是我的钥匙 等会儿你们就走着 我就在后面 慢慢地开车 跟着你们就行了 好吧 那就自己走吧 希望我有这个运气 可以碰到一辆车子 丽锦扯了扯 于谦凡的袖子 于谦凡低下身子 看了丽锦一眼 丽锦轻声道 等会儿 我们就这样 两个人在一旁 小声嘀咕着 盛明夜 第一个凑过去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丽锦决定 带他一起干这件事情 因为只有两个人干 很可能被骂 大家一起干 一起被骂 挺好的 在这一点上 盛明夜 显然和丽锦阴险 到同一个点上去了 喂 艾德 艾威尔 来来来 给你们分享一些 好玩的事情 威廉皱着眉头 看着那边 聚在一起的几只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觉得 他们可能在制定策略 制定什么策略 他们可是竞争对手啊 得到能量值最少的那一组 今天晚上 可是没有剧组提供的住宿地等 他们真可怜 还没有了解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残酷性 我想是的 别看我们这个节目 看着是温情走向 但是实际上 也是很残酷的 我先去上个厕所 天知道我们等会儿 在路上走多久 也没有厕所 那我也去 嗯 那就大家一起上一个吧 上厕所 摄像师们 当然就不能跟着了 那我们也去上一个 好主意 两人对着厕所走过去 只是 刚走进南厕所 站在便池旁边 准备就绪了 两个人就看见 旁边的黑影 猛的一闪 下一刻已经被猛地拽过去 连带着捂住了嘴巴 嗯 嗯 威廉诧异地看着后面 脑内已经模拟出了 十起凶杀案的案发现场呢 结果 努力转动眼睛 却看见了捂着他嘴巴的 于谦凡 嘘 大爷 就是借你的一样东西用一下 借东西 借什么东西 威廉满脑子懵 但是下一刻 就看见丽瑾和埃威尔 从南厕所门口 鬼鬼祟祟地走进来了 哦 我刚才拉拉链了吗 他拾尽地挣扎 但显然没什么用 副导演 则是被盛明夜 给捂住了嘴巴 副导演还一度天真的 用满怀希望的目光 瞅着丽瑾和埃威尔 没想到 丽瑾二话不说 就一个箭步冲过去 帮他们把人 摁得更牢了 我看见丽瑾和埃威尔 我看见丽瑾和埃威尔 我看见丽瑾和埃威尔